現在只差最後了 我現在小點可以拿掉 我們該調的該加的其實 因為邊加我也邊調了一些顏色 那最後這張圖 因為有時候為了要有一點氣氛 所以大波很多業主很喜歡葉樹光 可以嗎 你可以做一些葉樹光給他 因為我的太陽是在左上方 對不對 所以我先選一個 模式疊進來的 這樣子 有點像噴進來 噴進來像左上方的感覺 你可以不用噴太多了 但是基本上可以讓他噴你 這樣子 那最後跟各位講一個小小的東西 在台灣 做這種圖很喜歡 一定要放鳥 可是也不只台灣 你如果去看那些大場景的電影 那個 不管是變形金剛 普羅米修斯 很大場景的電影 魔劍 你都會發現有鳥 鳥在空中飛 各位 你知道為什麼嗎 蛤 因為有這隻鳥 因為有這隻鳥 我覺得這個橡皮山很方便 有這個鳥啊 假設這個鳥是這樣子 你覺得 你覺得 場景很大 你還是覺得這個鳥是這樣子 還好 這個鳥是人的眼睛 不知道很奇怪的一點 它可以在 在你的場景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決定這個場景大更小的 一個氣氛的 一個東西 所以你加幾隻鳥 你就會讓 那個鳥稍微小一點點 你就會讓人家覺得 這個場景好像很大 可以嗎 好像很大 其實真的有差 沒有鳥 沒有鳥 有的這個鳥 因為鳥很小嘛 東西很大 你就會覺得 喔 這個場景好像比較宏偉 的感覺 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下次回頭看 你就會看一些 英雄變靈 你會發現 奇怪 有很多小小的鳥在旁邊飛 或者是你看世界末日 或什麼 不是 地震要發生的一堆鳥 飛過去嗎 然後那 那其實不是為人家一堆鳥 它故意還把鳥做很小 就是因為它 它想要讓那個 場景 看起來是很大的 那這個鳥這麼遠啊 所以給它一點模糊吧 一點點就好 這樣更大 這樣 你看 所以我這張圖 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那這張圖的 整個思路的 其實重點 是為了要賣 這種剪圖 對吧 那所以說 我們會做很多事情 在 環境跟氣氛 啊 對了 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去做 玻璃 在這張圖 我們在這張圖 那些圖 我們在這張圖 我們在這張圖